我去年朱瑞菲就判過一場執判 然後我那時候就 也是陷入一個非常窘迫的招 雖然我判中有寫要怎麼執判 可是我還是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那個階段性分證物上面到底 那個的分數的給分法 所以我一直有個想法是 其實在集分制的評論 好像不一定需要有 我不知道 就是在合不合體的設計上面的 的一種分數的給法到底要怎麼樣 或者是合體性的這個問題 他可能會在 因為除了幾分制的評分單之後 還有一種是直接 不是幾分制 就是有一種評分單是沒有階段性成績的 那個情況就比較好處理 那至於在有階段性成績的評分單 要不要有合不合體的這個程序的判決 以及如果判下去之後的給分方式是什麼 這好像是一個 其實雖然大家不常討論 可是有時候真的會遇到的問題 只是我的murmur 那在這場比賽裡面 我的判斷是 我的判斷是 我沒有判正方不合體 從程序上去阻卻正方的利益 那反 因為我覺得 不應前面跟學長講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前面兩位學長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我覺得反一的挑戰是 深論的挑戰是少 是不足的 跟這個 跟沒有去明確的表態 那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反方的工房是 反方工房都是 都是好的 但是 你的那些類比上面 的結論上 我覺得跟前面學長原來 因為前面學長他說的是 他用制度外觀這個詞 因為這個 其實我也在好奇 到底要怎麼去形容那個概念 因為你說的那個死刑 或是核四那個例子 的確比較像是學長說的 他是制度外觀上 正方直接的用 他是直接用一個 跟死刑本質上一樣 一模一樣的字 就是把人殺掉的一種工法 然後他只是換了明目 可是在這場比賽裡面 就不是正方的那個狀態 因為正方還是 對於 他還是對於 汽車燃料使用 然後用有當作標準再克制 那只是做立法目的的重換 而不是像死刑或是核四 那個案例裡面是 我直接 我直接 就講白了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 你用那個死刑跟核四的例子 如果 他要在正方今天的狀態裡面 他什麼樣是不合體 就是他用了 他用了這個制度 然後這個制度本質上 還是在做隨車整首 那就會混合你說 那個把死刑廢除 然後改成換一個明目的 那一種 那一種 不合體的形狀 所以我覺得 呃 我覺得沒有 沒有 從廠商給我的資訊來看 沒有必要 直接的判正方 在程序上不合體 然後阻卻 階段性成績等等的這個程序效果 那只是在 那只是反方 我覺得 我認為反方的挑戰 也都是合理 也都是合理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你 你用說 這場比賽 這一題的 立法陸地的核心爭議 應該是 應該就是 公路法現況之下的 那個法條所規定的 就是要 契然 應該是要去支應公路使用的 這一個說法 就是我在這場比賽裡面判斷 他不是一個 他的定位 在我的理解上 不是把他放在 不合體的這個程序上 而是一個 他其實本質上也是一個比較 就是也是個損益比較的程序 就是我今天討論這個命題的方式 是比較合理的 那你的討論的命題方式 是比較不合理 或者像你後面所說的 就是對於社會大眾人 或是對於整個辯論比賽的意義來說 我的討論方式是有意義的 而你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 那這是一個比較 那這好像就不是一個程序上 他不能夠這樣討論 他可以這樣打比賽 就是因為程序上 他自己就不能夠打這個論點 那比較的意義是說 他可以打這個論點 只是很沒有意義 那我很容易損一筆 就是我覺得在廠商提供給我的資訊 來看我的判斷是 程序上正方應該還是給過 可是的確像反方所說一樣 很容易去 有很多發揮的功能去解說 那你的這個討論方式 相對沒有意義的 那實體論點的比較 我的判斷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正方在論點 論點的呈現上面 環保那個部分 是第一個重要的利益 那這個部分的確 我覺得對反方來說 碳碎那個攻防是合理的 那這件事的確也凸顯出正方 正方抽換立法目的之間 去討論這場比賽的這個做法的 不誠懇或者是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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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合理的這個 的這個 的這個結論 就變成是 因為正方聽起來 正方的確真的很像是 呃 在正方的 在那個 那個環節裡面 真的很像是 那正方的資助就是把 我把正方的資助換成說 我廢除氣燃費 然後全部課碳費 那聽起來更精準 然後也更 也完全符合正方的立法目的 裡面變成是正方 正方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 使用這個制度 或者是正方跟反方在 利益的體現上面就沒有什麼差異 我覺得 碳費的 我覺得碳費馬商的對應上是 直接在利益上有 有毀滅 或是 或是 打平的作用 那 正方後續 好像從資料上去拉一個比較多 可是我 我重複 我刻不同標的之後 可能會有效果 那個部分我覺得我沒有接受到 就是 因為那個 因為一來也是有點晚 二來也是 我不太 聽不太懂後面那個 那個效果上面的 或者是那個效果也不太 在我理解上 我的感受上也沒有什麼很明顯的 不太能夠去明顯的體會 那個效果的量差 的狀態為何 那大家又反方有 去 反方有去公訪說 那 這其實就是一種 重複課稅 或者是 它不是一個合理的說 那全部用碳費來課的話 是比較精準的 等等 那就不需要從 從油的這個 我們不需要間接的 用油來課 我們就直接用碳排來課 聽起來對環保比較 比較合理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覺得 反方工房成功 在正方環保的這個部分 那再來是 那再來我覺得正方就剩下 這個更公平的這一點 那我覺得更公平的這一點 也 我覺得 我覺得至此有一個缺陷是 因為反方的 因為反方的 反方的論點裡面 他說要隨車 隨車重來課費 那會變成是 那會變成是 那會變成是在 反方的那個論述裡面 是從 電動 那個 這個 不管是你是用油的 還是電動車 都可以用 這個 都是適用到課費的標準 那在 那在正方所 所主張的那個 更公平的 的論點裡面 呃 會埋 會埋 我覺得蠻 我覺得有一點 呃 詭異的地方 就是說 那就變成是 你用油當作標題的話 那就變成是有 譬如說 那就講完就是電動車 你就剋不到 之類的 我不確定 聽起來 就是你所 你所去主張的那個公平 的對象 或者是你所主張的公平的理由 真的比 在這場比賽那邊 就蠻限述的 就是 就只是 真的像是那個單點例上面 教務貴益的消費者 或是叫網購的消費者 你認為他也是道路使用的受惠者 那 你應該去課費的 這個公平 所以就 因為是正方 一來是 好像聽不出來 在 呃 因為反方 好像聽 自始 一開始聽不太出來 為什麼 正方的意思好像更公平 因為反方用隨車 車中課 因為是所有車都課得到 可是反正方只用隨油課 那聽起來有些車課不到 那好像不是很公平 這是起義 那其樂就是 正方所主張的那個公平 只體現在 那個網購 或者是UberE的消費者 你認為他應該要課費 可是那 這個部分 反方也有進一步去回應 包括是 那 我們只要對 因為UberE的司機 才是 使用到處作為生產工具 營利的對象 所以這是合理的課 那再來是 去攔學費等等 合理去解釋說 那使用者的課費 才是特別功課的 音樂的價值 那我覺得 我覺得在 我覺得在這個 在解釋上面 就 我認為反方的解釋 應該就是能夠不被接受 就是 聽起來不太知道 在這些挑戰之後 正方怎麼去解釋 我們為什麼要從 UberE的消費者 這樣多課費 來體現一個 我自此就不太確定 那個公平的價值 那對我來說 正方 對我來說 這樣比賽的判斷 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樣子 就變成是正方 正方在環保跟公平上面 都有被反方 成功地公綁到 那反方 那相對來說 就變成是反方認為 他隨車重課 更能夠 體現使用者課費 然後更能夠去 他所說 在 在這個費 的立法目的 合理的立法目的上 更是一個 比較符合 現況之下 對於特別功課的 既有法體系制度的一種 一種 內部邏輯 一貫的制度 那聽起來 這場比賽 我認為在比較的程式上 是 從這個角度來 都判給反方 而不是從 而不是 就是必須要從 而不是從程序上 就變成 就變成是 我認為說正方 還是可以去設計一個 在制度的外觀上面 長這個樣子的制度來打比賽 可是 就只是 他使用一個比較容易輸 或是很容易輸的 制度 來跟你打 那這個是不是在程序上 職業主協 我覺得 好像不是 而 反方的那些挑戰 我就歸類在 食安的工房上 或者是 你來拉 拉水利比的一種 一種素材 或是判斷 就是 你認為就是 討論這個立法目的更有意義 或是更符合特別工作 等等 更符合使用者 那些 我認為 反方的那些挑 挑戰 以及 就是 反方的那些 對於合體 定位在合體的挑戰 我認為 他的作用就是作用在 讓我更相信 反方在比較的程式上 一定要 贏得這樣比賽 而相信 我們用這個立法目的來討論比賽 是更有意義的 但是 這好像不是一個程序上的問題 而是 最終實質上 比較在 比損一比的程式上 我更接受反方的 的 依據 那以上是我對比賽的 呈現的看法 那其他 也比較小的工房就算了 就 謝謝大家 最後宣布比賽結果 首先聲明 您分擔的順序 跟裁判的獎評順序 是 第一張評分單 正方70分 反方96分 因為正方不合體 裁定反方為勝方 第二張評分單 正方81分 反方105分 勝方為反方 第三張評分單 正方82分 反方106分 勝方為反方 恭喜成功大學以3比0獲勝 本場比賽正式結束 感謝大家的參與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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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尊貞 師傅 有 了 тысяч